好,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过就是Synica Synica她的这个作品 其实在当时来讲 很有可能是剧场上并没有演出过 不过呢,她的文本是保留得非常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这一段时期 其实文本保留好的 那么不见得是曾经在剧场里面非常走红的剧本 反而对后世的影响比较大 因为如果是说她不管演出是多么受到欢迎 如果她没有流传下来 文本消失掉的话 就是说她不可能在后世再继续去复制 那么也相同的就是说很多东西 我们也变成只能够去意测 所以你可以看从希腊一路下来 如果说文本没有留下来 不管她再棒 你像Telefuse 我们没有办法 就是说没有文本 你就是不可能再去演出 你只能够读到是说文献资料 说她有多棒多棒 但是她到底是怎么样 只是留给想象 OK 可是文本留下来的 那么她实实在在的有文字的记录的时候 那不管是说 你对于她有正面或是负面的感受 至少你有一个非常实在的一个证明在那边 好,所以跟喜剧的那种状况一样 喜剧,Plotus的喜剧 虽然是说在剧场里面非常非常受到欢迎 她的这个出产的量是非常非常的大 可是她留下来的并没有Terence多 Terence她虽然只有六部喜剧 但是这六部喜剧 却是对文艺复兴时期喜剧 她的演出 她的剧本的创作来讲 影响反而是更深刻 所以同样的 除了Synica之外 其实罗马的悲剧 并没有留下什么 但是就是以Synica 她的悲剧来讲 却是对后世的影响最大的 那我们知道Synica其实她的悲剧很多的取材 还是来自于神话故事 OK 可是不同的是她跟过去希腊的这个悲剧呢 希腊的悲剧她很讲求 就是说你不能够失交 所以她对极端的那种暴力 或者血腥 或者色情的东西 她都是所谓的off stage 就是我们假设她在舞台之外的地方发生了 然后有一个messenger 然后来报告就是 这个off stage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是Synica她完全不避讳这样的事情 所以杀人 包括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的 Ethi Pest 她的这个最后呢 有把这个Jekostar的那个子宫挖出来 像这些景象 她是完全要在舞台上面演出的 好 那么我们也讲过就是Synica最后呢 她到了晚年的时候呢 因为她这个 她本来是尼路的老师 她也是尼路的丞相 但是因为尼路呢 她的是一个暴君 所以呢引起百姓的反感 那么在一次就是刺杀尼路的行动失败以后呢 那有人把她供出来 她是不是真的有罪 其实到今天还是有质疑的 不过不管怎么讲 尼路相信她有罪 所以呢就判了她的死刑 那么那个时候呢 她是要放血 可是因为她年纪大了 所以血呢就流得很慢 所以她家里面的人呢 还有她的好朋友就看得很于心不忍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呢是在中世纪时候的一个木科画 就是在表现她 就是那个时候放血放得太慢了 所以呢就把她放到这个热水里面 然后让她血液循环好一点 死得快一点 就不需要这样子 一直受这个折磨 那么另外一个陪她死的是她的妻子 因为就是他们夫妻感情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她死的那个时候 她妻子不愿意赌活 就陪着她就是自杀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 那么斯尼卡她的这个悲剧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她之所以不避讳这些暴力 很有可能就是说 她其实她自己生长的那个年代 她活着的那个 时代背景呢 就是非常暴力的一个背景 我们之前已经一直到礼拜五 我们上个礼拜 还有礼拜四礼拜五 我们都有谈到过 说在这个罗马 好 那么古罗马时期呢 那么人民不管是贵族还是一般的百姓 那么他们的娱乐活动里面 像包括这个 呃 人兽斗 好 Sircus 那么包括兽 兽类之间的这种争斗 包括Gladiator Fight 就是我们所谓的格斗式的这些战斗 都非常的血腥 所以对她的这个整个背景来讲 也许在我们的眼中极度血腥的东西 他们并不觉得怎么样 OK 那么再来一个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Synica他自己本身 那么他是主张禁欲主义的 他觉得很多在古罗马时期 这些极端的暴力 极端血腥的事件 就是因为人他没有办法克制 他自己的情感或者是情绪 然后让他到高张到一种状况 就是完全失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Synica他的作品当中呢 那么最被推崇的几个 就是所谓的杰作呢 像Phaedra Phaedra里面他就是讲到这个 也是一个禁忌的一个恋爱 Phaedra 然后他看上他自己的这个妓子 Hippolytus 那么当他的丈夫 Thesis就是出外打仗的时候 就有一次呢 就是有误传的消息 他以为他丈夫死了 然后他就去勾引他的这个妓子 就没有想到他的妓子呢 就是很 不给他面子 很断然的拒绝他 然后接着呢 这个前方的军情回来 就说啊 其实呢 国王是还活着的 然后他丈夫呢 就打胜仗在回来的路上 所以他就先下手为强 然后去 就是把他自己的衣服撕破 然后就是去告状 就二人先告状 结果他的父亲呢 就是根本 Hippolytus的父亲 完全不愿意去听他的儿子 去解释 然后直接呢 就等于是把他判了死刑 然后那个时候呢 他就祈求就是海神 因为海神欠过 Thesis呢 一个人情 所以他要海神呢 就要还这个人情 怎么还呢 就是要他自己儿子的命 所以当Hippolytus 他驾着马车 然后经过海边的时候 就海神派来的怪物呢 就惊吓到他的马匹 所以他就从马车上摔下来 然后马车的那个缰绳 就缠着他的脖子 就这样子把他拖 是把他累死了 好 所以这个剧本 其实Synica 还要强调的说 这一个Hippolytus 他的死亡 其实就是 Phaedra 他自己一个 他的这个 情欲的 这个高张的情况 失去控制的情况之下 他还会第一个 去 引诱他自己的机制 然后引诱了 他自己的机制之后 他的那种极度的恐惧 这个一个是面子上面挂不住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 他不知道他的丈夫 他应该要怎么去面对 然后呢 就造成了Hippolytus的这个死亡 好 那我们看一下Synica 那么基本上来讲 你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剧本的格式 都非常的工整 就是我们所谓的 Monodrama 意思就是说 他并没有 就是说 很多条线 他都是一条单一线 然后基本上呢 他就很工整的 就是看到可以 符合我们所谓三一律 单一的故事线 单一的场景 然后都是在 24小时以内呢 就是完成的 那在他的这个剧本里面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呢 所谓的五幕剧 跟我们就是情节的 五个发展阶段 对得非常非常的工整 好 那么Synica 他的剧本呢 除了情节上面 对后世的影响 像包括同学的报告 也有提到 其实到后世 不管是马罗的这个 复仇悲剧 或者是莎斯比亚 比如说他的Hamlet 这些复仇悲剧 里面这些暴力的 这些片段 其实很多都是受到 Synica的这个影响 那么还有呢 Synica呢 据说他是最早 开始使用所谓 独白旁白的这种技巧 那我们可以看到 文艺复兴时期 不管是英国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 法国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 或者是西班牙 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 他们其实都非常的大量 采用这些写作的技巧 那么也都是从Synica 他的悲剧里面 学来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悲剧演员 古罗马的悲剧演员的一个 就是那个雕像 我们可以看到 就基本上来讲 其实他跟古希腊的那个演员 他的这个扮相 基本的一些元素 都还在那个地方 那么他还是要戴面具 可是他的面具呢 并没有过度的扭曲 只是说要把这个人的形体放大 然后方便观众看到 因为我们知道 罗马的剧场 其实也是很大的 他都是这个到上万人次 所以呢 同样他的鞋子 垫高的目的 也是要把原来人的形体放大 包括他的假法 也是都是非常高的 这种状况 OK 好 那我们接着 就要看到 my仿剧的部分 好 之前我们有讲过 其实在罗马时期 古罗马人 其实对于纯粹的戏剧 到剧场里面去看戏 其实他们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好 那么 以戏剧的种类来讲 反而比较精致的 喜剧 悲剧 这些东西呢 其实罗马人呢 他们并不是很喜欢 好 他们喜欢的东西 反而呢 是我们知道 就是在这个 古希腊 或者是在希腊化时代 早期的时候呢 其实是被 摒弃的 仿剧 好 那我们之前讲过 仿剧的演员 为什么公会 把他们排除在外 因为他认为 仿剧呢 是不需要 所谓的演技 他没有技巧可言 他只是一个 单纯的模仿 那有人天生 就是会模仿 就是这样子 而且呢 他最主要的好坏 仿剧的好坏 是在于所谓的 校正 就是你越像越好 那么 像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罗马帝国 快要接近 灭亡的时候 他们的仿剧呢 有很多都会跟 所谓的 格斗式的 比斗 就是会结合在一起 会跟竞技场的 很多其他的表演 结合在一起 那么 里面的表演呢 很多也是取材 是希腊神话的故事 那如果是说 今天的戏码 是力达与天鹅 你们都知道 力达与天鹅里面 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有错 所以就会一只 很肥的天鹅 当然肥不肥 这不是重点啦 就是会有一只 很肥的公鹅呢 就会强暴 一个女性的死刑犯 那通常 这个女性死刑犯 她的身份 很有可能就是 一个基督教徒 真的天鹅 对 是真的天鹅 这就叫人寿教 懂吗 如何强获天鹅 让她跟她人寿教 她总是有办法的 OK 那么我们也知道 在神话故事里面 有很多就是 天神宙斯 除了力达与天鹅之外 比如说像Europa Europa被变成了 一只母牛 对不对 那么像这样子的情节的话 同样也会就是 有那种死刑犯 就是被迫人寿教 然后呢 就是再被处死刑 OK 那么这些都是 仿剧里面 非常受到欢迎的戏码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 就是这些在 一般我们所谓 正统喜剧 悲剧的原因来看的话 他们觉得是说 你这哪是演 演的话就是 最主要一个重点是在 它没有发生 但是你有别的方法 不管是用象征 不管是用技术上的 这个方式 然后让你的观众 以为发生的 但是重点它没有发生 所以这叫做演 可是如果实际上发生的话 这有什么技巧可言呢 OK 所以就是为什么 就是过去 就是仿剧人 他们很不受到重视 很不受到尊重 因为这没有技巧可说 OK 所以我们看一下 仿剧到底是什么东西 其实my 当时呢 只要不是我们所谓的正细 正细就包括喜剧 悲剧 还有就是所谓的这个洋剧 Sat play 这些东西以外的 杂技杂巴什么的技巧 我们通通就丢到仿剧里面去 所以很多乡野 就是那种非常乡村 非常local地方的这种 表演技术呢 这表演的形态 它通通都可以丢到仿剧里面来 OK 那么当然我们知道 就是所谓的仿剧 它大概开始的年代 是差不多在中喜剧的时候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仿剧表演的那些 彩绘 或者是说黑桃 或者是彩桃的那种彩绘 图片上面来讲 很多年很难分得出来 哪个是中喜剧 哪一个是仿剧 因为它一定就是说 在某一个时代里面 它有一些东西 不管是它演出的桥段也好 服装或什么 它会借用来借用去的 它只要好用 它为什么不用 它本来就是一个商业的行为 OK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包含的范围 包含的表现剧种 其实是很杂的 那么仿剧呢 之所以也就是说中文 就是有的时候翻译成仿剧 就是因为my这个字 它原本的字根的意思呢 就是模仿 所以模仿也就是说 这一个剧种 它的这个所谓好坏 那么它的这个 衡量的标准 最高的标准就是 你越像就是越好 OK 好 那仿剧的演员来讲的话呢 那么在早期的时候 他们也是要戴面具的 只是说面具越来 就是戴的 面具的情况会越来越少 OK 好 那么仿剧的表演来讲 就不管是my 或是pentamide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都还是出声音的 虽然后来被翻译成为雅剧 虽然这个剧种 后来说话唱歌的情况 会越来越少 但是早期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说话 不是一开始 他就不讲话的 OK 好 那么到后来呢 说话的这个 呃 情况越来越少的原因 尤其是在pentamide里面 因为pento 它的意思就是全部 就是一个演员 要演全部的角色 那他真的非常的忙碌 所以没有办法兼顾 又要讲故事 然后又要表演 而且尤其是在pentamide里面 就是说 他的表演的形态有很多 就很像杂耍 所以难度又很高 好 那你要一个人演所有的角色 已经很不容易了 你还要包括这些高难度的动作 更难 所以他就慢慢呢 就用闭口面具 然后就不讲话了 OK 好 那么仿剧来讲呢 他们有的时候 是会提到这个时事 可是呢 他们提到时事的时候 绝对不像就习剧 就是这么的 辛辣或者是刻薄 他们只是就是稍微 就提一下 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最主要的原因只是说 仿剧当然它 呃 要一直存在的话 一定要有新的戏码 它要找新的题材 那么时事是他们找寻题材的 其中一个管道 OK 好 那么仿剧呢 是首先出现了 有女性演员的一个剧种 所以不只是观众戏里面 出现的演员 也 表演者也开始有 这个 呃 女性的这个出现 OK 好 所以我们这边看到 比如说Office Office 他也是一个神话故事里面的人物 那 他的故事就是 他的妻子过世的时候 他就到民府 去找他的妻子 好 那么他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这个音乐家 好 所以当他弹琴唱歌的时候呢 连地府里面的那个三头犬呢 都流泪了 都哭了 好 非常的感动 所以呢 就民王呢 就答应他让他的妻子 就是能够跟他回到人间 可是呢 叮咛他 你绝对就是出了这个地府的大门的时候 出了你地府大门之前 你绝对不可以回头 好 那么他已经就是看到 啊地府大门就在前面了 然后就不知道 就很担心说 诶 不知道他妻子的亡魂 有没有跟上 就想要回头看 就这一看呢 就真的 永远就没有机会 他们再回到人间 那么Obvious 他在万念聚会的时候呢 那么他也是一样 利用他的这个音乐呢 然后就让他的这个 就是森林里面的这些动物呢 就发狂 然后把他撕成 就是把他撕成碎片 去用这种方式自杀 好 那么 那么同样的 这个也是仿剧里面 非常受到欢迎的戏码 那么 这种状况 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 在当时 对 就是一个死刑犯 然后就是真的 就是被 蒙受 就是在竞技场里面 这算是一种斗兽的一种 人兽 对 斗兽的一种做法 OK 没有 他们就是说 吹笛笛的部分 他可以让一个真正的 会吹笛笛的演员 可是到紧要关头的时候 是换过来 OK 好 那我们看一下 Pentomite 我们刚才已经讲 Pentomite的意思就是 全部 所以一个演员呢 他 可能不只是doubling 他不是一人试两脚 他可能一人要三脚 四脚 五脚的 都有的 OK 好 那就因此呢 会非常的忙碌 那么Pentomite的这个演出呢 其实不管Mine 或Pentomite的演员呢 他们其实一个 蛮重要的地方 就是说 他必须要能够做一些杂耍 蛮特别的这个演出 Pentomite这一点尤其重要 所以很多Pentomite的这个演员呢 他们其实那个体格都跟运动家差不多了 好 好 那么Pentomite事实上呢 他的这个流行的情况呢 其实是比Mine仿剧呢 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比较属于 就是精致文化的 好 因为你可以看到在特技上面 技术上面的要求是比较高 他们不像Mine 比较是属于大众文化 他们是属于贵族的精致文化 那有一些呢 真的就是很有权有势 有钱的贵族 他们是会养自己的这个 就是Pentomite的演员在家里的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Pentomite的演员里面 有一些男性 就是说不管男性女性 其实他们有一个就是他的身材要好 脸蛋要漂亮或是要俊俏 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要求 所以其实很多贵族养这些演员 其实是养一个 尤其是男性 是养一个同性恋的情夫在家里 OK 好 那么 在表演的时候 慢慢的因为他们就是表演者 他没有办法兼具讲话 或者是唱歌的这件事情了 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会有职业的歌手 或者是说书人 在旁边就是讲故事 或者是唱歌 那么当然歌唱的内容 也就是他表演的这个故事的这个内容 好 那么在Pentomite里面呢 就是最受到欢迎的几个戏码呢 通常都跟 就是给人戴绿帽子有关系 OK 所以呢 最受欢迎的戏码呢 就是其实你们也知道故事的 就是工匠之神呢 被他的老婆 爱神戴绿帽子的那个故事 OK 所以我们稍微复习一下 还记得他吧 好 我想还有一个 好 发生了什么事情 来 有人自愿来讲故事的吗 蔡士德要不要来试试看 弥补一下你的报告成绩 不行吗 好 什么事 要试试看吗 蔡士德 你就看图书故事啊 就怎么样嘛 战神在哪里 那个不算床 就是旁边 那个应该算是桌子床 在这边 然后呢 忙什么 我也知道他看起来好像很忙 只是在忙什么的问题 然后呢 然后谁回来了 他老公在哪里 他老公在哪里 李柏良你那么兴奋干嘛 我说李柏良 我不说你啊 我说李柏良你在兴奋什么 他在干什么 他老公在干什么 那个动作 他的意义是什么 检查什么东西啊 检查他有没有把人藏在哪里啊 因为他是回来是要抓奸啊 检查妹妹干嘛 妹妹又不会一次就不见了 然后再来呢 这张图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啊 Apollo在哪里 他是的 听到没有 你学弟妹在那边帮你那个打pasta那么大声 我这么多听到 你听到了没有 Apollo在哪里 我知道阳光啊 可是他用什么东西来表现呢 就是窗台这边的这个玻璃罐子 因为他如果完全就是一个透明的罐子 给我放在那边的话 光线不共 我们根本不会看到那个轮廓 就是因为阳光照到那边 所以我们看到轮廓 好 所以我们这个故事里面最主要的几个人物 当然工匠之神被戴绿帽子的 他老婆维纳斯 然后跟他老婆偷情的战神在下面 然后再来就是Apollo 四个角色 OK 好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是要讲这个故事的Pentamide演员 所以就意思说他只有一个人哦 他要讲这个故事 他必须要有四个身份四个角色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的手上有三个面具 这三个面具分别是工匠之神 阿波罗 然后还有一个是战神 好 你可以看到他身上代表性的配件 剑代表的是战神 西贤琪代表的是阿波罗 然后他头上的这个是网子 你们还记得他故事怎么结束的吗 对 他就做了一个网子 然后他们两个就是 下一次 因为他跛脚嘛 跑得不够快 所以每次桌肩在床的时候 他都失败 所以他就刚才做了一个网子 然后网子掉下 他们两个动不了 所以他就可以慢慢回来 不要紧 OK 所以这个网子代表的就是工匠之神 好 那么还有一个角色 对不对 演员他自己 因为他是女性 OK 然后呢 他的代表性的东西 我们看到这边有一条在那边飘啊飘的 那个就是维纳斯的魅力腰带 记得吗 他那条腰带很神奇 就是佩戴那条腰带的人 那么他可以迷惑住所有的生物 OK 所以他一个人要讲所有的故事 他一个人要扮演所有的这个角色 OK 好 我们先把课上完好了 因为我们已经有点稍微落后 好 那我们刚才有讲到就是说 Pantama也好 Mama也好 其实他慢慢到了 就是后期 他一直会需要新的剧本 如果他没有新的剧本的话 那尤其是古罗马人 他们非常的行星厌旧的一个民族 他很难去抓住他的观众 所以到后期 当基督教兴起的时候 他们也从圣经里面去找寻新的这个素材 但是呢 我们知道其实基督教刚兴起的时候呢 那么在罗马帝国的这个统治之下呢 他们其实并不是很吃香的 他们其实是被迫害的 就是一个宗教团体 所以呢 仿剧的演员或者是Pantama他们的演员呢 那么他们其实取材的时候 他们取材并不是依照圣经的意思 去描述这个故事 那么最著名的例子就是 这个圣母玛利亚 那我们知道圣母玛利亚 如果根据圣经的解释 他是圣灵怀胎 然后生下了这个耶稣基督 那么在仿剧演员他们的这个戏里面呢 那么他们的解释是 圣母玛利亚其实是被这个罗马的士兵给强暴了 然后强暴了之后 不敢跟自己的这个未婚夫讲 然后就骗说他圣灵怀胎 然后就是生了偷偷的生下了怎么样的小孩 好所以你也可以想象 为什么到后来 就是基督教当他势力稳固的时候 他会对剧场这样子的迫害 好那我们接着看一下 就是比较实物方面的东西了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就是剧场的建筑结构 那么我们知道在古希腊的时候 古希腊的剧场他很喜欢找三坡地去建 因为最主要的就是像这个观众台的这个部分 他就是慢慢就是沿着这个三坡 那么到了古罗马的时候 他们建剧场其实有一部分的理由是在宣扬国威 所以他们在平地建 但是建的一个比一个大 所以呢在这么庞大的一个建筑里面 你可以看到他演出来的戏码 他也要相当的 就是这个空间是很可怕的 都是要砸钱去 怎么样的去做装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通常来讲 一个就是罗马的这个剧场 他大概有8到13米高 然后140就是这个是英尺 feet是英尺 就是长 然后宽度到6到14英尺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那个结构来讲的话 这个是现在还在使用的一个 这个罗马的这个古罗马的剧场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像蚂蚁的 或是像芝麻看你看你现在肚子的多多饿 那个东西 就是观众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是他的舞台 后面这一整个 大概有我们现在一般的楼层 三层楼到四层楼高 就是他们的景屋 ok 所以这边都是演员 这边是orchestra 就是那个交响乐团的这个位置 ok 好那么因为他们是在平地上 所以呢 呃他们在这个传生的这个功能上来讲呢 他们就必须要利用建筑去补墙 好 所以他们的观众席到最高顶上的地方 他会做一个小屋顶一样的东西 他不会把整个顶都盖起来 盖一个完整的屋顶 就是有一个小圈的那个屋顶 好 那么那个屋顶呢 他会跟景屋的最高点同高 那个东西呢盖起来的墓地 其实是为了要 呃就是增强他的这个声音传声的这个效果 把声音留在这个场地里面 好 然后有这个回声把它传回 好 这个墓地 ok 好 但是呢 罗马的剧场不是一直都是这样子 其实我们知道在republic 就是共和时期的时候 罗马呢 他们是不准 呃 就是建造永久性的剧场 那个时候呢 他们所谓的就是表演的场地 表演的设备 舞台 他都是淋搭的 都只是木头钉钉 因为他表演结束了以后 呃 他就要把这个东西就要拆走 那么 不准他们就是盖这种永久性的这个 呃 舞台 或是表演的呃 这个场所呢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怕是说 呃 政客他会利用 哦 剧场 然后来左右民众的这个意思意愿 哦 那么第一个建立起永久性剧场的 哦 就是呃 旁贝 那么他在 他是这个呃 历史上的三巨头 就是第一个三巨头当中的其中一个 那么他建的这个剧场呢 哦 在同学报告的时候就给你们看过 哦 那么他为了怕呢 这个剧场会被人家拆掉 所以呢 这个地方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剧场 他还建的维纳斯的神庙在里面 好 那么这个雏形就成了 后来古罗马 好 当他们正式允许就是建立永久性剧场的时候 那么古罗马人他们其实就是 都是以这个作为雏形来建剧场了 OK 好 那么呃 罗马帝国他们所呃 尊奉的 好 这个戏剧的神呢 呃 保护神其实是阿帕罗 哦 因为阿帕罗他本来就是一个艺术之神 OK 好 那么在罗马的这个剧场呢 那么慢慢呢 他们也开始使用了所谓的木 哦 布木 哦 那么他们使用布木的这个技巧呢 其实是从那种巡回演出的 就是像仿剧演员 哦 他们就是会有个琳达的一个小胎子 然后使用这个木 哦 那么还没有准备好要跟观众见面的时候 那么他们在舞台上在做布布置的时候 这个木就会降下来 那么后面有一个木 所以前面的木呢 是把观众跟舞台隔开 后面的那块木呢 就是bug drop 那么最主要的功能 它其实就是一个装饰性的一个用品 好 那我们接着看一下就是这个舞台 那么因为chorus 我们知道像Synica的悲剧里面 它chorus只剩下一个人了 所以它并不需要一个很大的表演空间 所以呢 我们所谓的orchestra过去呢是给chorus 歌舞队表演的这个地方呢 就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缩小 然后舞台过去呢 只是给演员可以进出可以表演的空间呢 就开始往外扩大 所以他们占掉了蛮大的一块 就是这个chorus的这个 所以差不多就是从原本的舞台的位置呢 往这个orchestra呢 大概有20英尺 就是往外延伸了 好 那么我们也之前有提到过 那么单纯的这个剧场活动呢 既然不受欢迎的话 那么剧场如果它没有开门 它没有营业 它是没有收入的 所以呢 他们有的时候就必须要借给 就比如说像打水战的 那么他们只要有营业 不管它里面是什么样的戏码 不管它是不是有戏码 或者只是在打水仗 好 或者是gladiator 就是格斗室在里面玩格斗 这些东西 它才会有营收 好 所以就说这些剧场呢 是常常会外界的 那么外界的时候呢 如果打水仗的话 它就必须要把所有出入口 必须要把它给堵起来 好 才能够灌水 那么上个礼拜 有同学就问我说 水怎么来 其实水对他们来讲 一点都不是问题 罗马人是发明自来水系统的 就说你们现在所使用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自来水系统 其实最早发明这样的一个系统 就是罗马人 所以对他们来说 打水仗所需要饮用的这些 就是饮流的这些水 事实上只是 它平常自来水就是 规模大一点小一点而已 对它来讲根本不是问题 好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说 像罗马还有SPA SPA也是罗马人他们的发明 就是澡堂 你可以想想看澡堂有多少水 它澡堂的水都可以处理 处理这些水 对它来讲 技术上根本不叫做问题 那当然只是花钱 就是要看你要花多少钱 那我们知道就说罗马人呢 他们其实是非常的喜新厌旧 所以呢 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娱乐呢 一定要非常的多样 单纯的一样东西的话 任何一个剧场 如果你只专注在喜剧 悲剧什么的演出的话 你觉得很难能够生存下去 所以你要一直换不同形态的这个东西 然后你才能够保证 你的观众会一直到剧场来 他不是单纯来看戏 他有时候来看格斗 他有时候来看别的东西 OK 好 那我们所谓的正戏怎么办呢 正戏当然它从来没有真正完全的消失掉 但是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所谓正戏喜剧悲剧的演出呢 一个就是他们慢慢进入到仿剧里面去 因为仿剧我们说过 它会一直需要新的剧本 那么所谓的新的剧本什么 包括正戏里面的这些故事桥段 它也可以进入来用 那么另外一个呢 所谓正戏呢 有的时候他们演出的时候变成只有片段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演出悲剧 你要从头演到尾的话 罗马人大概没有这么大的这个耐心 在那看你慢慢哭慢慢死 所以他们就是片段 所以就让你死快一点哭快一点 那他们就是大家就很快的就把这个戏呢 就给结束掉 OK 好 那么他们非常专注在呢 就是机械方面的这个使用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Colosseum Colosseum地下呢 那个像迷宫式的那个设计呢 那个非常重要 因为你开错了一个门的话 是狮子跑出来不是人 OK 那如果是说呢 大家情绪正high的时候 要看到什么老虎 一群老虎出来要吃人 就你那个门坏掉 那个老虎一直没出来的话 那么设计师就惨了 所以如果在那个时候 你当设计师的话 其实蛮危险的工作 因为如果在这个表演的时候 尤其你那一天 是这个 就是emperial 就是这个哪一个帝王 然后他在主持今天的这个演出的时候 就你跟他出差的话 那你就是下一个未识子的 OK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没有观众的时候 所以你可以看到 差不多是现在建筑物的 大概三层楼高到四层楼高的情况 那如果是说要打水仗的时候 像这些出入的通道 就是要把它给堵起来 原来水会外泄 好 那么像这些雕像 是永久性的雕像 通常就是当时的统治者 好 对于演员的这一个方面 OK 好 那我们刚才讲过的 就是一个就是女性 女性的观众出现了 女性的演员也出现了 但是呢 她仅限于在仿剧里面 那么那个时候表演 我们刚才有讲过 其实对于观众来讲 表演本身不是唯一的 具有吸引力的东西 还有表演者 尤其是很多的贵族 他们在家里面养的 这些 Pentama的演员 很多呢 其实就是她同性恋的 这个情夫 OK 那么在整个罗马时期呢 最著名的演员呢 她的名字叫Roxias 那么Roxias呢 她比较特别的一点 其实她的出生 并不是奴隶 而是她自己喜好 这个演戏 她喜欢演戏 她喜欢戏剧 然后她自己自愿 就是去 从事的 这一个行业 这是她一个 比较特别的地方 因为在古罗马时期 其实呢 如果你今天出生贵族 你被拉到舞台上 这不是一件好事 好 这是帝王羞辱 就是犯错的臣子的一种方式 OK 好 那么在当时呢 要成为一个正式的一个演员 职业的演员的话 那么除了要注意到她的口条 讲台词 要会唱歌 要会跳舞之外 那我们讲过 尤其是Pentama的演员 你要甚至要会一些杂耍类的东西 难度非常高的 这种杂耍特技 OK 那么在古罗马时期呢 通常演员 就是说 他都会比较是 就是你今天演喜剧 你入行的时候演喜剧 你很可能这一辈子 就是专攻喜剧 那如果是你是仿剧的演员 就专攻仿剧 那么在当时来讲呢 就是Ruxius 他是蛮特别的一个例外 就他其实他也演悲剧 演喜剧 那像Protus的话 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他就是演悲剧 就是喜剧 就是喜剧 他从来没有演过这个悲剧 那么在古罗马时期呢 就是这个剧作家 他们其实跟剧团是没有 非常密切的关系 剧作家你写好了剧本之后 你是交给一个像仲介 这样子一个角色的人物 然后由他去 看有没有剧团 要去演出 那么当然Protus 在这方面来讲呢 他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外 因为他写他自己的剧本 他也演他自己 所写的这个剧本 好那么在古罗马时期 不管是哪一种剧种的演员 喜剧也好 仿剧也好 那么常常嘛 也会捧起一些明星 那么这些捧起来的明星呢 除了名利双收之外 有的时候呢 会飞上枝头当凤凰的 那么很特别的一个状况呢 就是这一位 这是Dorotheus Dorotheus呢 是这个罗马的帝王当中呢 就是第一个把基督教 列为国教的 那么他所取的这个王后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一个镶嵌化的 这个助教人物 他原本是一个仿剧的演员 OK 那么他的表演非常受到 这个帝王的这个赏识 最后呢 就是 把他就是 册封为他自己的王后 OK 那么当然大部分的 这个演员来讲的话 不管他在红 就是说真的能够到这种情况 这是非常少见 顶多就是说 你能够名利双手 就很不错 但是基本上来讲 他的社会地位 是很难再提高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们知道罗马的演员呢 很多他们还是 不管喜剧悲剧 还是继续再用面具 甚至于仿剧 好 那么这个面具 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 据说当时 有的演员 他们为了换装方便 会同时带两个 就是前后两个面具 然后需要换角色的时候 直接换 这就是其中一个留下来的一个面具 可是到底什么使用 其实我们不知道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提到 所谓Musk的部分 好 那么我们之前已经讲过 希腊化时代 那么如果我们把希腊化时代 一个更广义的来看 它其实也包括了 古罗马时期的这个剧场 那么他们衡量 正系的好坏呢 就是以像不像古罗马的这个戏剧 这是他们的衡量标准 越像就是越好 所以他们的服装 还有他们的面具使用上面的 你都可以看到呢 跟过去 就是很刻意的在这个模仿 那么仿剧呢 越来越到后期了之后呢 就是不戴面具 那么最先开始不戴面具呢 就是演故事里面情侣角色的这个男女 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 因为最主要就是 要看她的脸蛋 要看她的这个身材 所以慢慢的 尤其是Pentomine 我们就使用闭口面具了 OK 所以你刚才看到的那个女演员 她要演四个角色 你看她手上的面具都是闭口面具了 因为她不需要讲话 讲故事的是另外有讲故事的人 好 所以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悲剧的演员 她下戏了 她下戏了以后呢 就是把她的这个 呃 面具呢 就把她收好 那么跟希腊人一样 他们所谓的面具 绝对不是只是脸上的那一片 其实还包括了家法 其他的东西在里面 好 那我们现在看到 罗马剧场文化的这个 衰亡 好 那么罗马剧场的文化的衰亡 绝对跟基督教的兴起 有关系 那么当基督教的势力 越来越强悍的时候 那他就开始对于剧场的文化呢 就是做出了这个打压 OK 好 那么他会对于剧场文化打压的原因 第一个 当然我们知道 剧场他的兴起是跟 所谓的异教徒文化有关系的 就是神话 这些东西 他们所谋拜的 好 像Dionysus也好 或者是Minevere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Athena 雅典娜 或者是甚至于Apollo 他们其实各个都是来自于所谓异教文化 他们都是神话故事里面的人 都不是他基督教文化的 好 那么在基督教文化里面 他们所敬奉的就是一个唯一的一个神 所以其他的全部都要把他排除在外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仿剧的演员 那么因为仿剧到了帝国末期的时候 仿剧等于是整个剧场文化里面最具代表性的 所以那个时候的人来看待 尤其基督教他们来看待就是剧场的时候 仿剧就是等于剧场 那居然仿剧会拿这种圣经里面的桥段 然后会这样子做讽刺 会这样子就是侮辱 所以呢他们就对于仿剧的演员非常非常痛恨 当然既然仿剧等于剧场文化 他们对剧场文化也是非常的恨之入固的 所以他们很刻意的去打压 所以等到基督教文化非常兴盛了之后呢 那么演员基本上今天你只要是演员 你就是被这个基督教文化化出去了 隔在外的你不可以受洗你不可以领圣餐 你死了以后不可以在圣地就是埋葬 就是通常来讲就是什么路边或什么随便 就是挖个坑就丢了埋了就算了 那有坑埋了还不错的 有的根本就是丢了就算了 然后可能就是野狗啊狼啊什么就帮你吃一吃了 非常环保 那我们看一下在中世纪 所以在古罗马时期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中世纪 我们中世纪呢 它其实的划分就是所谓的蛮族入侵 那么在这一段时间所谓的蛮族呢 就是最大的一支 早期的时候就是所谓的日耳曼民族 那么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德国 或者是德语区的那些人种 那么当然到了后面呢会还有维京人 维京人就是从北方下来的 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北欧像瑞典啊丹曼这些人 那么这些人呢他们都这些民族呢 他们都不信奉基督教 可是他们虽然不信教 但是因为呢这些所谓的蛮族呢 他们其实都还蛮明信的 就是可以说算是明治未开的这个时候 所以在中世纪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个现象 就是说基氏蛮族入侵 然后他们会跟这些西欧的这些贵族打仗 然后会搞得民不聊生 会杀人放火抢劫 但是他们只要遇到修道宴 遇到教会 他们就绕开 没有必要去惹毛了这个哪一个神 然后给自己带来厄运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很讽刺的一点就是说 其实有很多古希腊的这种典籍 包括教会他们不喜欢的这些文化 其实最后都是靠教会 靠这些修道院保存下来的 所以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很多文艺复兴时期 他们要复兴古罗马古希腊的文化的时候 他们所找到的典籍都是从哪里来 都是修道院 因为只有这些地方可以绝对保证 不会受到这些蛮族的入侵 然后这些文献不会被烧掉 好 那么蛮族的入侵里面 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两大 就是热曼人跟维京人 他们慢慢的呢 会被基督教 然后感化 然后就是也认同基督教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 是一直基督教很难去认同 一直到今天还扯不完的 那么就是我们所谓的穆斯兰 OK 那么穆斯兰教呢 他们信奉也是唯一的真神就是阿拉 那么他们相信呢 就是生命一定是来自于阿拉 所以呢 他们其实呢 他们的整个文化的背景 是不利剧场去就是建立 或者是说剧场去推行的 因为他们既然认为 所有的生命一定只能来自于 阿拉这个生神的话 那么你在舞台上 一个演员去扮演一个角色 等于是你把这个角色带活了 意思是什么 你给他生命 那你等于是在跟阿拉抢工作 这是一种亵渎 所以在穆斯兰教的 这个环境里面来讲的话 他们是没有所谓我们所谓的剧场 就是演员去扮演角色 他们所有的呢 是偶戏 那么跟这些所谓穆斯兰教徒呢 我们可以接下去看到呢 这种接触最密切的是 就是当然我们现在所谓西班牙这一代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到中世纪的时候 宗教文化里面 西班牙有个很特别的地方 他们就是 非常肆意大量的在采用 就是所谓这个偶戏的文化 那么这个偶戏的文化 从哪里来 其实就是他们跟穆斯兰教 长期的这个接触 虽然这个长期的接触 包括打仗在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像这些的话 都不利于就是我们所谓剧场 它的这个发展 那么这也就是 为什么到了中世纪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剧场 尤其是职业性的剧场呢 那么会处于一个非常非常可怜的一种状态 然后受到很多的这个压迫 好 所以我们这边 最后看一下 那么这一个 就是浮雕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罗马人 他们最喜欢的几个 就是娱乐活动 这边 就是像 Circus 或者是Amphitheater 他们不管是斗人 斗兽 或者是格斗的这个活动 上面剧续 还有马术的表演 下面是仿剧 或者是Pentamide的这个表演 OK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慢慢进入到中世纪的时候 我们有新的文化 那么从就是所谓的外祖传入 那么这个是在当时 刚刚好十二纪 刚刚要在这个所谓土耳其 穆斯兰教徒 他们刚要兴起的P隐形 OK 好 我们先下课时间